很榮幸我們新北市的議長長根狂獎議長也一起來到我們的新竹市議會 今天我們是由我們議長蘇修睿以及副議長于邦彥共同接待我們的侯市長 我們首先也準備了見面禮要邀請我們的議長來交給我們的侯市長 所有的黨籍議員也歡迎一起來到我們的議長以及市長身邊 待會我們會一起來一張大合照 今天所贈受的伴手禮是我們六合同村的白賀圖 白賀是賢能知識的象徵 我們侯市長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 是明星所向眾望所歸 所以邀請我們黨籍議員來一起來跟我們的侯市長以及議長來合照 我們大家站集中一點 然後我們大家來一起為侯市長比個讚好嗎 侯市長讚不讚 讚 好非常歡迎侯市長一起來到我們新竹市議會 我們所有的黨籍議員都非常的支持侯市長 那途中六字號呢和諧融洽 那也希望呢能夠表達對於侯市長的祝福 謝謝 好的 謝謝議長 好的 謝謝 好接下來呢我們侯市長呢也有準備了這個新北市的伴手禮 要來贈送給我們的議長 那這個伴手禮呢是文山包種茶我們長生榮譽茶韻優遠 那傳達呢對彼此情義的震重了重視哦 那這個農情厚優呢也希望彼此長長久久將這份友誼呢傳達下去 謝謝侯市長 謝謝謝謝今天侯市長特別來訪囉 那接下來呢我們會開放我們的媒體聯訪時間 那也尤其媒體呢可以開始準備來接受訪問 好想我們先問一下議長就是有關於剛剛到底跟侯市長談了什麼 那這一次見面是不是因為講跟我們議長的牽線呢 哦沒有哦我們那個侯市長 我們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到新竹市議會來參訪 我們所有議會的同仁都非常的歡迎 那當然我們蔣議長也跟我們都是老同事哦 所以他也專程就一道過來看我 那我非常感激我們的侯市長跟我們的蔣議長 都能夠到我們新竹市議會這邊來關心所有的議員 那讓我們侯市長就是本黨的總統候選人大家也知道 那他這次非常的高票 62.24% 12%吧 來當選我們新北市的市長 那29個區呢 那也是都是最高票來當選 所以他是本黨最優秀最優秀的總統候選人 那他今天來到我們新竹市議會 來跟大家交流一些意見 那我們也代表新竹市議會 我本次的歡迎我們侯市長 我們本黨的總統候選人 能夠到我們新竹市議會來 那當然大家一定會全力以赴的 來支持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侯市長 現在郭台銘跟柯文哲都見過了 會比較力挺侯市長嗎 那因為我們都是國民黨的本黨的黨員 當然是我們一定力挺我們自己推出來的 我們這個總統候選人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但是現在外界有聲音認為說 柯文哲是第二個林根仁議長怎麼談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漸入佳境 那我也相信我們侯市長 在七月開始他就整個代彈 完全準備完畢會重新出發 我相信他一定會越戰越勇 最後一定會贏得總統大位 所以這邊會幫侯市長去跟柯文哲 還有郭台銘前線見面嗎 這些問題當然都是高層的問題 我們希望能夠進一點微薄的力量 也希望說非綠大家都能夠結盟在一起 好好打贏這場仗 近日會有跟郭台銘聯絡嗎 呃...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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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保持友好關係 大概談了什麼 就保持友好關係 還是希望能夠團結 我們能夠非綠大團結 能夠下架民進黨 另外想問一下侯市長 就是有關於現在太常議長的支持 有沒有特別講了什麼 那因為議長之前有喊說就是柯文哲的動算 那怎麼看這個您跟柯文哲有共同嗎 習議長跟國民黨所有的議員 在新俗市 貢獻地方 非常的傑出 尤其在科技 變成世界的科技城 再加上 新俗市的大小事 議長跟議員可以講 親自的去面對所有的問題解決 所以新俗市的進步可以看到習議長的用心 也可以看到議員在地方的身根 所以新俗市這幾年的進步 確實我們議長跟議員 激功結尾 再加上我們現任的政城前立委 所以這些奉獻地方 這麼久的民意代表 不斷讓我真正 我也要來到新俗 跟這些議長還有議員還有立委們 好好的學習 因為每一個城市有它的優點 我們這些優點可以來借鑒 帶回讓我們新北市可以互相學習 尤其新俗市還有很多的地方 有帶中央大幅的給予資源跟改變 向新俗市的交通非常的擁擠 新俗市議長跟議員們反應很多次 那沒有辦法優化新俗市的交通 這也是地方的聲音 這些地方的聲音我都聽進去了 我當選總統面對新俗市 現在不但是交通 甚至在地方的需求上 一定從下往上的聲音 我們一定要給予解決 我們不但會帶同所有重要各部會 一個一個下鄉去解決地方問題 新俗市的問題 一定是我所要面對跟解決 所以今天非常的愉快 議長關心地方 議員也希望地方能夠更進步 更期待中央因為沒有辦法做好 能夠讓國民黨何友宜來做 讓新俗市更進步 讓中央更輕人 那會希望就是議長牽線跟郭董見面嗎 其實議長跟很多的好朋友 都是非常知己的朋友 朋友之間朋友之間都會互相聯繫、溝通 大家對問題都會做好充分的交換 那議長對我們國民黨內部的凝聚跟團結 他平常就一點一滴努力的來做 我這一點非常的感激 未來我們還是會團結任何 幫助我們這一次下架民進黨的力量 一步一腳印的往前走 市長想問一下 就是前主席洪秀柱昨天有發文立體 希望大家要記住這個換柱的教訓 那現在就外界大家擔心說 你會變成第二個靈根人 你怎麼看 謝謝洪前主席的資助跟鼓勵 唯有自己不斷的強大 才會贏得尊重 在早期的歲月裡面 我面對當年在上戰場 槍林彈泥底下 我帶著弟兄往前衝 我們從來面對所有的挑戰毫不退協 當我們在第一線的過程當中 我也知道 也許敵人的火力非常的兇猛 在兇猛的過程當中 一時我們在同仁 在整個靈技跟準備上 還沒有及時可以應付槍戰 但是只要適時的調整步法 靈技對型再度往前衝 我們一定可以贏得最後的勝利 所以面對這種挑戰 我們的團隊一定是齊心齊力 所以我們所有的挑戰 我們一定勇敢更直接的往前走 不會退縮毫無背景 市長那你下禮拜一要到南投去 那現在有現任的消防員送花蘭到子南宮 所以要支持郭台銘 那是不是現在兩邊是在較勁 謝謝我們地方所有的民眾好朋友們 因為子南宮是一個很重要的宗教信仰 每一個人在子南宮祈福都希望我們國家能夠平安 人民生活能夠過一個好日子 所以我要尊重每一個人對一個事情的看法 我們要凝聚所有的看法最重要的 能夠讓我們人民可以安心過他下一個輩子 也能夠延續下一代永續的繁榮走下去 這才是我們出來做事的態度 所以我常說以民為天 恕助解決民眾的痛苦 才是從政格所驗 市長怎麼看說 就是你有批評這個學會的補助政策嗎 那賴蛋回擊喔 他說您跟科校都在反對年輕人的未來 您怎麼解決 其實 面對 到了選舉最後一年 沒有完整的一個配套措施的一個教育政策 大家難道不可以質疑嗎 尤其教育的整個政策 它是配到要是完整的 像學用落差 人才的培育 以及產業 跟我們的學校如何做好密切的銜接 而且能夠國際化 讓年輕人在學校所學的 到了社會以後 薪資能夠跟國際化來接軌 讓我們青年的薪資代益 能夠更好 所以在協會的補助上 這不能 腳痛癒腳 腳痛癒腳 頭痛癒頭 我們必須要 也要彈出完整的策略 這才是施政者應該的作為 市長 我剛剛有提到這個兩岸一家人的說法 那我想請教您說 是先有兩岸一家人才有九二共識 還是先有九二共識再才有兩岸一家人 最重要兩岸一定是在對等尊聯底下 大家彼此之間 互相對話 互相交流 讓我們對話交流 產生更加的信任 那請教一家人一樣 所以我們用這個對話交流 重啟兩岸之間密切的合作 市長昨天就是有批評賴清德市礦工資 這件事情被網路批評 市長你怎麼看 其實因為他說他是礦工資子 才知道求協的辛苦 我也特別呼籲今天那一副總統 如果你想做這一件事情 其實你在行政院就可以做了 或是早一點提出來 那你到了嫌疾最後 要這一年你才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而且提得不夠完整 你應該把整體的教育的目的 包括市立大學何氣何從 老師的整個教育品質 薪資代益 教育的最重要目的 應該把它一併講清楚 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那昨天張志豪批評說 中和的淹水進度是否跟市長在說謊 從我一開始出來代表國民黨選舉 所以所有的民進黨 來GPT不斷不斷的抹黑跟造謠 明明昨天我們的基因選 壞事的四點鐘就退了 還在那邊抹黑造謠 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從胃毒藥事件的一個轉換 胃毒變胃藥 還有拿出了很多不實的醫療的這些證據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真正不要去傷害幼童以及家長 還有幼保老師的對立 這些拿來GPT 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複抹黑造謠 有時候傷害我個人沒有關係 但是不能製造更多的對立跟從合 尤其不能傷害認真努力做事的公務人員 我想每一個事實都是要講清楚 所以這一點特別呼籲民進黨 選舉的過程不要用假信息 用抹黑用造謠 來搬弄示威 要造成更多的對立跟衝突 謝謝大家 我們第七個洪市長祝福跟打氣 洪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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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友宜洪友宜 洪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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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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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友